因为讲其实上个星期引证于什么 港股其实在红市上都不是近期才有红市的 指数穿25000那段时间已经叫做技术性红市 再穿上可能2139的位置 很肯定是一个红市来的 但问题就是红1红2红3什么阶段 如果你讲经历完上个星期之后 都可以肯定的就是市况已经带入了一些红3的阶段 会有很多panic sale 我们讲要看个波幅指数 波幅指数其实已经大幅的降落 这些位置你开长仓部署的最大直播率是什么 你用时间 你讲真是持三五七年去计算的话 很大机会可以坎赢个指数 除非发生什么事 全球经济陷入一个明显 衰退风险 真是大萧条的 但是问题就是当正在大萧条的时候 环球股市都会跌的 港股的跌幅 可能自然就相对地比较少 还有讲 如果你讲这么忍得 就是说在这些半年来都什么都没做过的时候 如果那些情况再马上变差的话 起码我觉得大家会 懂得走 就是你已经 交足学费 或者你已经是做够功课的时候 那就容易较到 所以短线来讲 升到这些水平 当然我们不会再预期 坐火箭 报复式反弹 但是问题就是 未来你可能用多半年左右的时间 可能会踏入一个整顾期 那会是一个 不错的收集阶段 所以如果你真的多现金的话 这些位置要开始分注分段去收集 一些相关不同 和各类型sector的股份上面 我觉得可以想的 现在围绕主题就是 不要受供应链 不要受能源价格高企影响那些板块 就可以考虑分注收集 但是记住 都是始终以一个分注收集为主 不会突然间在这些市况上面 突然间博无事的 但是前提真的是说 要你在整个跌浪上面避开 持有多现金 你才可以这样博 相反地你说 如果整个跌浪 你都吃足 那你都是没东西可以做的 那你就等 继续坐在那 我觉得暂时来讲 所以市况上面 我觉得好了 起码不是好像过去的一个月 经常都在挨打